吉安乡公所为了延续太鲁格族传统工艺之美特别开办 太鲁格族原名风创意绣花车背包、化妆包还有创意背心演习活动 在节夜典礼上,25位学员也呈现了丰富成果 以颜色、布料、图腾展现了属于吉安乡太鲁格族的独特风格 吉安乡公所为了延续太鲁格族传统工艺之美 特别举办了太鲁格族原名风创意绣花车背包 还有化妆包及创意背心的演习活动 县长游竹申表示,妇女姐妹们透过一针一线细细的缝制 才可以制作出独一无二的完美创作 每个巧思也结合了部落工艺美学和祖孙亲子共学 所延伸的传统精神文化价值 在疫情防疫的时间,我们让妇女姐妹来做创意的测背包 还有我们的化妆包以及背心 我相信文化艺文的传承,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带动了我们所有部落的妇女 来为自己的生活美学装点以外 同时也延伸到我们文化传承 跟部落的这样的一个美感创意在里面 我们谢谢代表会的支持 我们相信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文来延展在各个部落 是吉安相公所努力的目标 我们希望大家学习得非常快乐 创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时最重要 保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价值 也看到孩子一起来共学 我们相信在疫情期间他们不孤单 充满了学习创意的精彩 吉安相民代表会副主席黄金发 也肯定相公所透过学习记忆 扎根文化艺术 让族人可以细细品味 针线中的文理脉络 也感受到部落的温情凝聚力 希望这个沿袭带动各项创意 能够启发他们的传统文化 让德陆国族能够凝聚他们的力量 族人能够更团结 希望我们相公所在这一方面多多的给予注 也希望德陆国族的传统文化 继续来拍摄 结业典礼当中 香港游淑珍致政感谢状给指导老师 同时也颁发结业证书给每一位的学员 希望透过研习课程 增强族人的向心力 共同传承部落精髓 也为传统注入创新思维 由来苏白来 家族德陆国布 这旅会主案相报导